弟兄姐妹 主日平安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今天是在西方圣诞节这个期间 被称为叫降临期Advent的第三个降临期 也就是说在圣诞节之前的第三个礼拜天 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现阶段的 这个有点老 就是天气越来越黑了 那我早上六点钟起来的时候 我是看到外面是一片漆黑到七点钟的时候 还是比较暗 一直等到24号前是会越来越暗 暗到一个程度 好像是最最黑暗的时候 基督降临了 基督降临了 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因为我们在一起 我们教会十年 我们RMS十年当中第一个案例的牧师 等一会我们会有一个案例牧师的 礼仪 一个典礼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 你也会看看 我们是怎么样案例牧师的 那也是我第一个 我做牧师二十年 案例的第一个牧师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而且我们案例的时候 我们教会的我们的一位弟兄 我们一位传道人 严里节 他在我们当中服侍了五年 我觉得上帝实在是非常爱他 因为在本来的计划当中是上个礼拜天案 那上个礼拜天案例的时候 我讲到的经文是每个礼拜是顺的 是按照哥林多前书一直讲下去 我上个礼拜天应该是讲到信徒的捐献 讲奉献 金钱的奉献 好像跟他案例的主题没什么关系 但是等到后来因为他考试没考过 没有他考过了 他是推迟了一个礼拜考试 所以我们就把他的案例的时间 就往后推了一个礼拜 恰恰就到今天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五到十八节 我要从马其顿经过 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 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日 或者也过敦 无论我往哪里去 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 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 主若许我 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日 但我仍要住在以弗所 只等到五旬节 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为我开了 并且反对的人也多 若是提摩泰来了 你们要留心 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 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功像我一样 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 只要送他平安前行 叫他到我这里来 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 至于兄弟亚伯罗 我再三地劝他 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 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 几时有了机会 他必去 你们勿要警醒 在真道上站立的门 要做大丈夫 要刚强 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 弟兄们 你们晓得斯蒂凡一家 是亚盖亚初洁的果子 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 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 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 斯蒂凡和福图拿都 并亚盖古到这里来 我很喜欢 因为你们带我有不及之处 他们补上了 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 这样的人 你们勿要敬重 这段经文好像保罗在谈了他的行程 好像是跟阿尼牧师也没有关系 跟教会的牧师也没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你仔细稍微看一下 你会发现很多行文当中 上帝仆人的形象 跃然直上 那么在这里我所看到的是 保罗作为一个上帝仆人的榜样 那么这个榜样是怎么样的呢 我最少看到四个方面 第一 上帝的仆人 顾念上帝的工作 上帝的仆人 顾念圣工的需要 在第五节到第九节当中 特别是第九节 这里圣经说 既有宽大而有功效的门 为我开了 并且反对的人也多 这里面讲得很有意思 一方面保罗说 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在NIV的翻译当中 把这个有功效的门 翻译成效果极佳的门 打开了 而且这个打开 这个开了 希腊文原文是用的是 现在完成式 表明那个门是一直 持续不断地开 保罗在以弗所 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也是在以弗所 在那个时候 你如果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 你发现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 是非常不到祝福的 他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 连续三个月讲道 带了很多人来听 然后他又在推拉奴房里面 连续不断地跟人辩论 有两年之久 所以在《使徒行传》 十九章二十节说 神的大 大大兴旺 神的道 大大兴旺 而且是得胜的 但是接下来 保罗马上就说 反对的人也多 因为保罗传福音到哪里的时候 使很多人的财路被挡了 很多人 因为保罗讲纯正的福音 在教导上帝的话语 在教会里面 坚守真理的时候 很多来到那里面 要屠财的人 他的财路被挡住了 所以很多人反对保罗 保罗而且在那里 他又发现 不单单挡了这些人的财路 而且保罗成为 那些拜偶像的人 非常反感的 因为他们拜偶像的根基 被保罗动摇了 所以保罗在那里 在以弗所 在当地 有很多人起来反抗保罗 反对保罗 他所传道的困难 也是非常大 但是保罗不以福音为耻 以福音为上帝的大能 所以你就看到 上帝的工人 上帝的工人 是以上帝的工作为最重要 不是哪里舒服去哪里 不是哪里容易去哪里 是哪里有上帝的带领 他去哪里 保罗在《史初心》第十九章 你会看到 连鬼 连恶鬼 连魔鬼都认识保罗 恶鬼回答他们说 耶稣我认识 保罗我也认识 对不对 很清楚 然后许多人信了主 十九章十八节 那信已经信的人 多有人来承认 述说自己所心的事 然后《史初心》就说 上帝的道 大大兴亡 上帝的道 大大兴亡 神的工人 把神的工作 放在最首位的 前两天 上个礼拜天 夜高方牧师 还在我们当中 我曾经讲过 他大概是北美座 婚姻家庭辅导 最重要的两三个 传道人当中的 那我听了跟他一起吃午餐的时候 我听了还是非常感动 他告诉我 他从出家门到这边 住到我们的酒店 总共路上三十个小时 三十个小时 单程三十个小时 回去还是三十个小时 因为他买的机票比较便宜 要通过台湾转机 单单台湾转机六七个小时 然后跑到这里 礼拜四到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讲完就走 三天 七十三岁 七十三岁 坐经济舱 坐经济舱 但是上帝的工人 看上帝的工作最重要 上帝的工人 看上帝的工作最重要 所以这个时代 如果你要做上帝的工人的话 你还是需要 不是以经济带领为主导的 不是哪里陪你高 你去哪里的 不是的 不是哪里的环境高 去哪里 如果这个时代 所有的人都是 哪里胚得高 我去哪里的 你跟他们有什么两样 如果我在哪里 胚得最高 我去哪里 哪里跟生活最享受 来去哪里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明天我们还不知道 在哪里聚会 对不对 一月四号在哪里 我还不知道 对不对 有可能我们都在街上 对不对 有可能我们还给中国政府 带来很多麻烦 对不对 有可能BBC CNN都要报 对不对 我干嘛要做这种事情 但是上帝的工作在哪里 上帝的带领在哪里 神的工人在哪里 神的工人在哪里 三年前我在阿特兰达 讲到当地有一个 美国非常重要的 一位步道家 Ravi Sakrayas 他来跟我聊天 神的仆人 七十多岁 我比他的儿子年纪还小 七十多岁 开车四十五分钟 开车四十五分钟 来看我这个晚辈 跟我聊天 那我跟他快吃完饭的时候 我一直听他讲 听他讲 听完之后 我问了一个问题 我说Ravi 我说Ravi 我说你们这一代传道人 在美国 你们这一代传道人 跟下一代 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最大的区别 他说 他说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愿意坐到巴士 去传福音 去讲圣经 他说我们年轻一点 他们不愿意了 我们年轻一点 我们不愿意了 所以上帝的工人 保罗讲得很清楚 有大又有功效的门 为我打开 但是反对的人很多 抵挡的人很多 你去不去 这里有很多困难 这里有太大的困难 你留在这里 每天都会有很大的困难 你要不要继续留在这里 如果这里有上帝的带领 如果这里有上帝的工作 你是否留在这里 我们长老团做过一个决定 我的长老们都在 我们都知道 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不再送人到美国去读书了 所以我们中间的会众 你们记得 你们想去美国读书 你们自己去 我们教会不再支持 人去美国读神学了 我们已经做了决定了 所以你们也不用再写信去 来申请奖学金了 不用了 为什么 我们发现 我们送出去的人 十个只有一个回来 十个只有一个回来 每一个留在那里的人 都说上帝带领我在那里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上帝怎么不带你去到 最贫穷的地方 总是带你去 比较富裕的地方 所以对不起 我们不再送学生 到美国去读书了 我们送也送到 送到我们周边的地区 比较贫穷的地区去读 你们可以继续申请奖学金 所以保罗面对很大困难 但是他要什么 他要坚持下去 他要坚持下去 第二个 第二个保罗 让我们看到是 上帝的仆人关心 同工的处境 在这里 圣经说什么说 若是提摩泰来到 你们要留心 叫他在你们那里 无所惧怕 他说 如果提摩泰 因为提摩泰当时 是被保罗派到 要格林多去的 但是保罗没他消息 不知道他到不到 如果保罗说 提摩泰如果到了格林多 以弗所 在土耳其 那个 格林多 在今天的希腊 穿过海峡 今天很近 飞机一个小时就到 但是那个时候 可能要多少天 保罗不知道 提摩泰是不是到 但是他说 他到了你们那里 你们不要让他惧怕 因为在那里 你知道 格林多的人 他们很有知识 他们很有能力 他们很有钱 格林多是个 非常富裕的地方 所以 一个年轻的传道人 他出来服侍的时候 保罗很担心他 一个年轻的牧师 出来进入教会的时候 要非常小心 因为有很多困难 所以保罗用了一个词 很有意思 叫不可藐视他 这是一个 在希腊文当中 是一个很强的字眼 意思是 你不可以看不起他 你们绝对不要去看不起他 但是很多传道人 在教会 是会被人看不起的 所以保罗对他很担心 所以你看到保罗 对什么 对我们的同工 对他的同工是 非常关心的 表现在他 欣赏同工的长处 保罗在 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 虚负的荣耀 只要存心兼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保罗还说 他还顾念同工的难处 异处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他四个孩子 我不知道你要不要第五个 你跟我说你要第五个 我祷告说神啊 千万不要 不过只求你的意思 不要求我的意思 但是感谢主 我们有孩子 你有很多孩子 我们可以一起养 对不对 真的 真的 这叫family 这叫family 这叫家庭 为什么我们说教会是家 我们彼此是弟兄姐妹 对不对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当然你的太太是你的太太 保罗体量同工的短处 所以他说 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如果我们以自己的心为心 你看到别人很多的弱点 你看到别人真的很多的弱点 所以今天 我常常很痛苦地在里面 为什么我是看别人的问题 多过我自己的 今天我们世界上 为什么有这么多矛盾 为什么美国的这个胖子 这个 七十多岁的胖子 老是看我们不顺眼 为什么 因为他不看到他自己的问题 他只看到别人的问题 对不对 那我们也是看他的问题 所以后来我就求主 神有一次光照我 我什么时候我内心看别人的问题 多过我自己的时候 就说明我是灵性最有问题的时候 什么时候我看别人比我自己强的时候 说明我的生命在成长 今天很多传道人需要关心 大家在一起 我们需要彼此关心 我们传道人也需要被关心 很多时候牧师不被关心 我记得我在 我在98年 第一 98年12月份 出来做牧师 到今天正好是 二十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前我出来做牧师的时候 我到了北欧 我在那里当时看到一个姊妹 曾经是上帝很用她 因为在北欧有三四个教会 都是她建立的 一个姊妹 一个新加坡姊妹 我记得有时候我曾经讲过 这个姊妹是出生一个非常豪门 在她那个年代的 比我大一代的人当中 我提到他们家 没有新加坡人不知道的 但是她从小是非常谦卑 不像我们现在去送儿女 你看到加拿大国际学校吗 有没有看到 这些人车子提在马路当中 难道上国际学校 都是这种德行的人吗 把交通都堵塞了 看我看着开着豪车 哇 很牛啊 对不对 新加坡半个十几多钱 差不多是首富的家庭 人家告诉我 她是怎么样上学的 她的司机把她开到 连学校两条马路之后 她下来 自己默默默默走进去 所以学校没有人知道 她是姓什么的 她们家是谁 这么一个爱族的姊妹 她后来奉献出来 做传道人做宣教士 跑到欧洲来 在最盘人的地方 做宣教士 建立三个教会 建立三个教会 但是当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已经崩奥 崩奥 我心非常痛 因为她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 她那两个眼睛 是没有光的 没有神的 阿拉托告诉我 人们告诉我 是因为她在服事当中 太少人关心她 今天我们很多人 需要牧师的关心 很多时候说 牧师啊 为我祷告 牧师啊 请你来帮助我 牧师啊 我有什么困难 请你来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关心 我们的牧师 我们的同工 所以保罗非常关心 提摩泰 因为他非常担心 提摩泰如果不小心 将来怎么办 将来进到教会的时候 那些人如狼似虎的 怎么办 所以保罗关心同工的需要 传道人的品格 第三点 第三点 上帝的仆人 尊重同工的领受 在这里面十二节 这里说 至于兄弟亚伯罗 我再三劝他 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 但那时他 这时他绝不愿意去 几时有了机会 他必去 我曾经讲过 在哥林多前述 在讲引言的时候 讲第一章的时候 我讲过 哥林多教会分成四派 有保罗派 有彼得派 有亚伯罗派 还有基督派 四派 对不对 其中亚伯罗派的人 就是凡是以亚伯罗为尊容 亚伯罗做的 我们就做 亚伯罗什么都对 我就跟着亚伯罗去走 而且有一批人 又围着保罗转 说保罗 结果教会之间发生矛盾 教会之间发生矛盾 但是我看 我在想 是不是保罗跟亚伯罗 有什么问题 后来发现圣经当中 没有 因为从辈分上说 保罗比亚伯罗高两倍 保罗带了亚居拉百居拉信主 亚居拉百居拉带领 亚伯罗信主 只是亚伯罗这个人 非常聪明 在亚历山大学派出来的 受过很好的希腊的训练 也有拉丁背景可能 所以他讲道非常有能力 圣经里面说 他心里火热 而且是讲道是非常有能力的 非常能讲解圣经的 是这么一个领袖人物 所以到了 哥林多教会 到了保罗建立的 哥林多教会 保罗当时不在 有一批人就围着他转 教会里面就开始 结党纷争 就结党纷争 就像一个家庭里面 你是大哥的 我是二哥的 出现问题 但是你看到很有意思的事情 保罗跟亚伯罗之间 并没有问题 保罗非常尊重亚伯罗的领受 保罗就跟亚伯罗说 你要去哥林多 因为哥林多人 可能很欢迎你 哥林多的人不欢迎我 也不欢迎提摩泰 可能特别欢迎你 你去帮助他们吧 亚伯罗非常尊重保罗 亚伯罗不去 亚伯罗不去那里 亚伯罗说 我现在不去 但是保罗说 你如果哪一天 上帝引导你 你就去 所以保罗非常尊重 其他传导人的领受 我们在讲到领导力 我觉得在 在讲领导力的这个当中 有一个很大的困难 就中国文化 怎么样跟这个基督教的领导力 能够适应 彼此 因为基督教的整个的 比如JS 整个基督教的领导力 是非常有价值 普人式的领导 但是进入中国文化当中 怎么跟儒家文化式的 这种领袖的风范 带领的方式 Hierarchical structure 怎么样去 Contextualize 促进化 非常不容易 但是 我想我们在BFCF 我们在IMS 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我们希望可以在这里面 走到一个平衡的路线 上帝的仆人 尊重别的仆人 在上帝面前的领导 保罗 叫亚波罗 叫提摩泰 你们都不要惧怕 我在这个礼拜 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几次读到 不要惧怕 你的刚强壮胆 特别是在 约束亚记第一章 约束亚记第一章 连续 世界经文当中 三次出现 刚强壮胆 约束亚记第一章 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的 在你面前站立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耶和华对摩西说 也照样与你同在 我必撇步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你当刚强壮胆 然后接着又说 只要刚强壮胆 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 丰富你的一切律法 不偏左右 你无论往哪里去 都比顺利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无论哪里去 耶和华 必与你同在 像我们很多时候 内心会有惧怕 我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上帝要吩咐约束亚 叫他不要惧怕 约束亚是很会打仗的人 是不是 约束亚是 摩西最重要的一个学生 门生 约束亚是被拣选出来 服侍上帝的 但上帝跟他 几次跟他说不要惧怕 说明他什么 他害怕 说明他内心怕 如果他内心不怕 为什么叫他不要惧怕 后来我读啊读读 我发现原来 约束亚最可能怕的 不是敌人 是他们自己人 约束亚最怕的是 他的会众 约束亚最容易引起困难的 不是他面对的强敌 外面的 而是里面的困难 而是里面的困难 所以上帝叫约束亚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你生平的日子 无疑人能在你面前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要造你 与你同在 作为牧师将来 你会碰到很多困难 人家首先会觉得 你的缺点就是 为什么你那么胖 为什么你吃那么多 你难道吃得比我们还好吗 但是找一个牧师 像陈长老那么瘦的话 人家就说 他师母一定没有好好喂他 他为什么那么瘦 如果像何长老那么矮的 他们说他从小发育不良 如果找到一个 像Chris长老那么高的 就说他为什么长那么高 都比我们长得高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牧师他很会讲到 我们就会说他高颜大志 有的牧师他情欲探访 他说他不做政治 传道人应当什么 以传道祈祷为事 他老是跑人家家里干嘛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在教会的 做传道人的时候 做牧师的时候 你会碰到很多困难 每一个人 他都可以找到你的困难 他都会找到你的问题 所以你的标准 你的标准不是以我的标准 当然我的身材比你好一点 但是绝对不是以我标准 你的标准是以你自己在上帝面前的领受 并且在圣经当中的确认为你的标准 阿们 我实在觉得 我们的礼杰是一个非常好的传道人 他当时已经到了新加坡了 他已经跟他太太回到新加坡了 他已经开始当时 他原来在中国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consulting company做事 他回到新加坡 他太太也在新加坡找到工作了 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你要回来 我说我现在需要找一个传道人进来 我觉得我已经祷告很久了 我记得我当时听到他回去新加坡 我实在有点急了 所以我从瑞典打电话到新加坡 把他抓回来要 我说你回来 我们请你回来 我知道他身上有上帝的呼召 我很清楚 没有人跟我说过 当时没有人跟我说过 他说过他有上帝的呼召 当时他还没有读神学 直到后来有一天有一个进阵 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妇告诉我 那个姊妹 一个马来西亚姊妹亲口告诉我 她说Grace 就是李杰的太太 跟她说 她想做牧师将来 我就确认她有上帝的呼召 她不是那么完美 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 但是我知道 上帝要你刚强壮胆 如果你跟刚强壮胆 上帝必不撇下你 也不撇下我 必与你同在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但是我知道 因为今天的环境是特别困难 如果你在新加坡做牧师 可能不需要面对这么多的挑战 你只要能够抵御住金钱的诱惑 所有的问题都就解决 但是在中国可能不是这样 这里的环境绝对不是这样 但是我知道你已经有预备 我也知道 这个教会你看它是你的家 你也跟我们的同工跟长老 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感情的连接 而且这五年来在教会的服饰 也印证了上帝在你身上的呼召 感谢主 最后 听听你的缺点好吗 我刚刚讲的三点 我觉得都是你非常好的地方 最后一点 你觉得有点弱 小小的弱的地方 也就是你差点礼拜三考试没考过 对不对 不过我一定要去 本来我没有计划去的 但是我知道你要考试 他们可能会难住你 所以我必须在那里 以至于我讲了太多 他们叫我住口 因为他说他不是我在考 是你在考 对不对 上帝的仆人 教导上帝的羊群 教导上帝 不要忘记传道人 传道人 首先你要去传 第二你要有什么 要有道 你有什么样的道 你传出什么样的道 对牧养上帝的羊群 信徒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保罗在这里提醒 哥林多的会众 你们勿要警醒 保罗在教导他们 勿要警醒 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要做大丈夫 要刚强 凡你所做的 都要凭爱心而做 在这里我看到 保罗教导哥林多的信徒 三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 在信仰上 你要警醒 以法所说六章十八节 保罗说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要警醒不倦 警醒这个词 勿要警醒这个词 耶稣用过 马太福音 当门徒们都要睡觉的时候 他说你们不能警醒片刻吗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你不知道 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的 在这里面用了这个 警醒这个词是指的不睡觉 但是它不仅仅指的是不睡觉 它更指的是保持清醒的决心 你要很认真的 在主面前 很清楚地知道 你要警醒 你要认真 你要有一个确信 你要在上帝面前 要这个词也 常常跟等候主的再来 基督再来是有关系的 当时耶稣在 科西马尼远祷告的时候 十二个门徒 每一个都睡着了 我想有的时候跟我很像 我祷告祷告就什么 就睡着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如果晚上会有失眠的话 我就躺在床上祷告 祷告祷告就什么 睡着了 其实治疗失眠有很好的办法 一个就是祷告 还有一个就是念诗篇二十三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毕不知缺乏 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躺在我的西碰丝上 然后你就什么 睡着了 一方面这是好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也提醒我们 我们没有警醒祷告 我们没有在上帝面前警醒 我们没有在主的面前 保持一个清醒的决心 我们没有让上帝 时刻提醒我们 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属灵的征战 所以有没有警醒 物要警醒 你有没有教导你的信徒 在信仰上 物要警醒不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在心之上要刚强 保罗在这里说什么 你们要做大丈夫 要刚强 你知道大丈夫这个词 在希腊文当中指的就是勇气 你知道希腊的文化当中 有四个美德 四个美德的第一个 就是勇敢 勇气 如果你要做一个优秀的人 你必须是个勇敢的人 你必须是个有智慧的人 你必须是在上帝面前 是要很警醒的 在信仰上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 但是还有保罗在 李福福六章十节 他说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靠着主 以靠他的大能 做刚强的人 刚刚早晨 我在这边跟我们同工们一起祷告 我进去祷告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低沉 我告诉你 我觉得有点低沉 我们祷告的 我进去就感觉了 Spirit 让我感觉有点小小的 Depression的这种感觉 我马上就有一些圣经 就冲到我的头脑里面 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 上帝赐给我们的 不是胆怯的心 是刚强仁爱 谨守的心 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是刚强仁爱 谨守的心 不要怕 没什么好怕的 失去了居然 也不用怕 没有了办公室 也没有怕 没有什么好怕的 我们是 按照上帝的感动 我们也是按照圣灵的带领 在这里 但是我们也是符合国家的规定来的 我们也是符合政府的法律条规在这里的 我们怕什么 最后还有 在形式上 要有爱心 五章二节 要凭着爱心行事 保罗说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己 做新香的供物和祭物 献于上帝 在形式上 要有爱心 你就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传导人 所以如果在这里 我所希望看到的是 你继续要在神学上 在圣经的教导上 要加强 要好好在神的道上面 花功夫 建造根基 建造根基 但是上帝会用你 大大用你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 我有的时候觉得 好像是在 传道人在孤军奋战 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 是在孤军奋战 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把 很多的重担 都放在我们传道人的身上 但是我们 我们整个家庭的弟兄姐妹 我们分担这个重担是不够的 我也在这里 做一些小小的回应 没有任何complain 不是抱怨 不是抱怨 我是希望是鼓励 我希望是通过这些事情 现在所面对的这一年 教会所碰到的很多很多困难 我想问你们中间每一位 我也问我的长老 你们为教会祷告了多少 我也问我们的同工 我们的主要的同工 我们为教会祷告了多少 我为我们 在我们中间 BIC付近20年的 你们为教会祷告了多少 你们为我祷告了多少 我也问我们每一个会众 你们爱这个教会的话 你为这个教会祷告了多少 如果我们不够爱这个教会 我们会失去的 我还是这句话 我这句话已经不是第一次讲了 我上一次也讲了 如果我们不够爱我们的教会 爱我们的家 爱神的家 我们会失去这个聚会的 我们会失去这个教会的 我们绝对会失去教会的 所以 不是教会现在 按理了新的牧师 新的传道人进来了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 都扔给他们 不是的 而是 传道人只是教会的管家而已 他不是教会的主人 我们每一个人 在主面前领受的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要一起来建造这个家 我们很简单的 我们感谢上帝今天有药中的 小朋友们在我们当中 可以一起预备 一起的上 等一会儿 我很期待看到他们 在后台我看到他们真可爱 真的可爱 我真的希望他们每一个 都可以健康 健康地成长 你知道 单单我们安排这一个项目 一个program 前前后后有多少个要有联系 前前后后要有多少个安排 就需要有人去投身 在这个事情当中去 去安排这些事情 没有 你们看到每一样 每一样 比如说今天的敬拜团 我们的敬拜团都是非常专业 对不对 但是他们昨天就要用一个上午 一个上午的时间 他们要排练 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拿薪水的 没有在教会拿薪水的 他们每一个人 都要把他们自己休息的时间 拿出来 来奉献在这个教会里面 所以我想问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在这个教会 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你对这个教会的责任在哪里 你对这个家的爱在哪里 还是我只是经过这里就好了 还是你们我在这里礼拜天 否则的话 你就永远会在这里礼拜天 我们不过来剧院看一场表演 我们不过是来看一场表演 我们只是看到 你们在台上去 去做什么 你们喜欢做的事情 跟我们没有关系 所以理解 我想我今后 我们作为教会的牧者 我们作为传道人 我们教会长老 我们对这个教会 有更多的使命跟职责 我们每一个人问我们自己 我们有没有尽责 我已经尽责了 我不会亏欠 我觉得我能够很勇敢地说 我已经做了上帝 你呼召我做了 那同时我们有一个责任 我们让我们的弟兄姐妹 一起分担 分担我们的使命跟职责 周三 每个周三晚上 我们在教会是有祷告会的 那这个礼拜三还是有 我鼓励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 你来到教会 你爱这个教会 你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来经历上帝 一起求上帝来帮助我们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你说我祷告了 难道这个事情就改变了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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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他确定的旨意 他已经定了的旨意 他不会改变 他要做的事情 他不会改变 但是 祷告是改变我自己 祷告是我改变我自己 我的心 被上帝改变 我的生命被上帝改变 我的心 经理基督的大爱 以至于我的生命改变之后 我可以影响我身边的人 所以 你皆要记得 最重要的是牧羊 你被上帝呼召出来的 最重要的使命是牧羊 但是你首先要牧羊自己 你首先要让上帝来牧羊你自己 然后 你在上帝面前领受了 去牧羊上帝的 会众 上帝的群羊 而 作为传道人 你必定要以传道祈祷为师 我求主上帝给你力量 给你智慧 知道怎么样去 去平衡使用你的时间 我有点小小担忧的是 你有四个孩子需要你照顾 你的孩子 他们非常重要 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将来健康的成长 对你来说 作为一个父亲 对于Grease来说 作为一个母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 但同时你又是被上帝呼召出来 在神的家中 做祂的管家 做上帝的仆人 所以如何能够 能够 配搭得好 如何能够平衡得好 我觉得在今后都会是你一个 很大 很重要的一个挑战 求上帝给你力量跟智慧 但是你不用怕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你会看到 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 Cascenteller有很多孩子 上帝也让他的孩子健康成长 如果你以上帝为父 你以上帝为父 以上帝的家为家 上帝替你照管 但是你也要尽到你的责任 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 我们很感谢上帝 在这个圣诞节即将到来之际 让我们可以一同有这个机会 来见证教会的案例 牧师的典礼 也是让我们可以一同 在面对最大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一起团结 有一个合一的心职 来见证上帝的同在 英国的有个文学家 肖伯纳 他曾经讲过两个悲剧 他说人生有两个悲剧 第一个就是 你没有得到你所心爱的 这是一个悲剧 第二个就是 你得到了你所心爱的 这可能是更大的悲剧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作为上帝的仆人 每一个上帝的仆人 能够被上帝案例成为一个牧师 是一个祝福来着 但是他绝对不是你侍奉的顶峰 他只是你侍奉的开始 他只是你服侍的开始 所以今天我相信会成为 礼节服侍教会的一个新的开始 我想我们在一起 我们也会见证这个时刻 所以你我 我们每一个服侍上帝的人 我们都要在上帝面前 清楚地分辨一件事情 就是你到底是上帝的仆人呢 还是教会的故宫 我希望你内心跟我一样 有很清楚的答案 Amen 好 现在我们请长老们 长老团跟按摩团到前面来 我还有礼节 到台上来 圣经 圣经有清楚地教导 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 长老团在我后面好吗 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七节 圣经这么说 要收的庄家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家的工人 庄家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家 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当为自己谨守 也为全群谨守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写所俗的 以佛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分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提摩太后书一章六到十四节 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将神借我手 所给你的恩赐 如火挑望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 是刚强仁爱 谨守的心 你不要以为我们主做见证为此 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求的为此 总要按神的能力 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神救了我们 以圣召召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着祂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古以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但如今 借着我们主基督耶稣的显现 才表明出来了 祂已经把死废去 借着福音 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我为这福音 分派做传道的 做使徒 做师父 为这缘故 我也受这些苦难 然而我不以为此 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 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 直到那日 你从我听到那 纯正的话语的规模 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 信心和爱心 常常守着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 你要靠着那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守着 亲爱的弟兄姐妹 基督的教会 自古以赖设立各样的圣职 我们今天为眼里结 帝兄举行案例典礼 祈求圣灵建顾他的信心 使他可以忠心服侍上帝 侍奉基督 分担教会的责责 我们曾经考察他 知道他的确按照圣经的教导 被上帝呼召 接受牧师的圣职 也经过周三严格的安慕考试 虽然差点没有通过 不过我们全票通过 所以我们按摩团和长老团 现在就为眼里结 弟兄举行案目典礼 你就到前面来 亲爱的眼里结 弟兄 你要接受牧师的圣职 我受按摩团和长老团的委托 现在要问你 请你再当着上帝和全体会众 来回答我 你愿意接受此圣职 奉献终生 舍己忠心世主 牧养上帝的羊群吗 我甘心乐意 这样行 感谢主 你愿意一生遵守主道 勤奋讲解上帝的话语 传扬纯正的福音 教导上帝交托你的人吗 我确实愿意这样行 感谢上帝 你愿意谦卑谨守 为信徒的榜样 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吗 靠主的能力 我愿意这样行 好 感谢上帝 李洁 请你跪下 请长老跟按摩团 到前面来 我先祷告 亲爱的上帝 你的仆人 我现在恳求你赐福这个 愿意为你的教会奉献自己的人 求你赐他聪明智慧 按父的旨意 牧养主你的教会 又求主你赐下能力 使他在信心 爱心 忍耐 言语 行为 清洁上能做信徒的榜样 求主你怜悯他的软弱 使他大能刚强他 使他从今日被暗立之起 忠心是主 全心全意 爱神爱人 使信徒因他的工作 他的信心而得以坚固 他的爱心得以成全 愿荣耀归于圣父圣职 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 直到永远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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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so much the gift of your calling the gift of your calling on Jan Lijia our dear brother our dear friend you've called him to a high calling Lord of minister the pastor the pastor the evangelist this is a moment of tremendous weight Lord yes not only does IMS stand here praying for him not only does this group of elders this pastor here praying for him but the weight of all history is behind us right now the elders the pastors the ministers of the past standing with us today a great cloud of witnesses Lord Jesus stands here today we stand in a long line names like Finney and Wesley and Calvin Luther yes Aquinas Athanasius Lord the line goes back so far and they stand with us today yes Lord as Lijia joins this this heavy and weighty calling this moment Lord I'd ask Lord Jesus that you give him the presence of your Holy Spirit to guide him in every step of the way Lord Jesus may he discover quickly not the weight of ministry Lord but the weight of the glory of the Lord resting upon him and behind him Lord Jesus may learn the weight of wings that have been given to him in this moment that would lift him high Lord Jesus carry him in the heights of glory in the heights of praise Lord Jesus may he carry the weight of compassion Lord Jesus as he sees the people the Lao Bai Xing of China of China and the world Lord Jesus may he see them and feel your weight the weight of compassion the weight of tears alone Lord Jesus I'd ask that he would learn quickly in the ministry what it is to rely heavily upon the power of the word itself and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may he see great things Lord Jesus may his anointing grow and may it grow again and may it grow again and may he look back on his ministry many years from now with his great grandchildren around him on his knee telling them the stories Lord of how you were always faithful you were always there your glory always grew your anointing always grew upon him and his love for you grew more and more and more Lord Jesus thank you for your 恩里节 thank you for this moment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call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Holy Spirit we pray all this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Amen 我现在奉 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 按利 言里节 为教会 的牧师 求主 赐这位 你的仆人 祂的仆人 以圣灵 各样的恩赐 充满祂 使祂生活清洁 忠心事主 牧养上帝的羊群 阿们 好 请站立 上帝 恭喜 等等 我们已经根据了圣经的教训 按照教会的规定 按利 言里节为牧师 言里节牧师 你可以按照教会的规定 在教会内实行圣礼 讲解圣经 传扬福音 治理教会 上帝祝福你 阿们 下面是 首封线的时间 有请我们的首封线的同工到前面来 然后我们祷告之前 请你们允许我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的进行封线的方式 可以就是经过我们的屏幕上的RV码 当时这里的信号不是特别好 如果您扫不上的话 请您到大唐进行封线 然后如果您是经过我们的公众号 进行封线 请您不要标注 为了一面误会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鼓励大家 还是以现金来进行封线 然后我们一起巨头祷告 亲爱的主啊 谢谢你给我们 在那个温馨的家 谢谢你给我们机会 可以服侍到这个家 可以参与到建立这个家 我们今天看到 这么一个神圣的礼仪 我们非常的幸福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真的是很爱我们的教会 你很爱我们每一个人 你也让我们做我们金钱的管家 让我们把我们能够给的 愿意给的 因为爱你就愿意给的 那份金钱要献给你 请你祝福我们 亲爱的主 也让我们更有喜乐 更有盼望地给 因为我们知道 你不会忽略你的家 你会一直在我们这里 一直会祝福我们 亲爱的主 让我们像孩子一样 知道要祝福他人 让我们像孩子一样单纯 求爱我们身边的邻居 完全地不顾别的 就是赞美你 爱他人 爱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IMS推出服务号 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 可以关注服务号 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 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 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